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哇 好離譜 開了這麼快 看你什麼時候出事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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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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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概 5秒 昨天才發佘大的射導 10秒準? 怎麼這麼快? 厲害啊 不過全程跑成2400米 我真的怕他很快要武器 加油!努力! 你這種搶放流河的跑法是錯的 體能測驗要在十分鐘之內跑完2400米 你應該用平均速率的跑法 那真的要平均跑多快啊? 2400米除以10分鐘 等於240米每分鐘 即是平均每分鐘跑240米 或者是240米除以60秒 等於4米每秒 也就是每秒跑4米 我要做到跑步的平均速率是4米每秒 而人的平均步行速率大概就是1.5米每秒 我知道了 平均速度就是距離除以時間 你剛才跑100米 你跑出10秒的成績 平均速度就是100米除以10秒 等於10米每秒 我敢跑法很快沒有氣 你看這兩個圖表 第一個圖表就是代表你的速率 橫軸是代表時間 中軸是代表距離 第二個圖表就是代表你的對手的速率 你把兩個圖表比較 頭100米你發人多少 但最糟糕 跑到最後沒有氣 你試試戴著這隻錶 用平均速率去跑 喂 送這隻錶給你 你戴著它就由頭到尾都那麼好氣 加油 在我後面的運動員 跑步的平均速率是4米每秒 那我就可以 沒錯 由於速率是等於距離除以時間 所以距離就是等於速率剩時間 你跑步的平均速率是10米每秒 1分鐘有60秒 那你跑了600米 2分鐘你跑了1200米 3分鐘你跑了1800米 最後你用了4分鐘跑完2400米 在同一時間 即是第4分鐘 你後面的運動員完成了的距離 就是等於它的速率乘以時間 4米每秒乘以240秒 等於960米 即是你後面的運動員完成了960米的距離 比較之下 你贏對手的距離就是2400米 減960米等於1440米 換句話來說 它還有1440米才跑完 聰明啊 懂得這樣計 這個問題你想想想 假設你和對手相距2400米 同時起步向著對方跑 2分鐘之後你們相距多遠呢 這個問題不算複雜 只要將我們兩個速率相加 即是10米每秒加4米每秒 就等於14米每秒 2分鐘後 即是120秒後 我們總共跑了14米每秒乘以120秒 就等於1680米 所以我們之間的距離 就等於2400米 減1680米 就等於720米 很棒 厲害啊 各位同學 介紹這條速率的問題 你們會用什麼方法呢 別說話 它…它在這裡 喂 起床吧 還有一段發夢 行得了嗎 去練習了 快點 最近我們校園的 超速駕駛情況很嚴重 校方要我們盡快抓好快車 夠側紀律處分我們 你想想應該怎麼做 不如我們買一部 測車速器的儀器 來抓快車吧 我不贊成 因為太昂貴 我想到了 就是找些學生幫忙 LGV藍色的JK3019 時間一二一六 速度一零一 時間一二一六 速度一零一 1A C全 4.4 1B C全 4.2 結果 距離0.244 時間 08.75 速度 100.3 速度 這就是我們警方用來偵掌車速的一種 義氣 將來你們有車牌後 你們會不會開快車 當然會 好厲害 對 可惜我們沒有練習 你們又知道 甚麼叫速率 我知道速率 即是物體一段時間之內移動的距離 正常 嘩 再問你 除了有標誌特別指示之外 所有道路 車輛最高速率是多少 是50公里每小時 是嗎 對的 同時行車的時候 司機應該從前面的車 保持一個合理的行車距離 以查安全 怎樣才是合理的行車距離 合理的行車距離 我們要視乎當時的天氣 交通情況不定 一般來說 合理的行車距離 時速2公里 就是預留1米的距離 哈Sir 那甚麼是兩秒距乘 兩秒距乘 其實是一個計算的方法 是被司機 或者車上的乘客 在行車的時候 判斷自己 和前面的車的距離 假設大家的車速 都是45公里每小時行駛 而前面的車 剛駛過路面一個標記 例如電燈柱 兩秒之後 你的車才再駛過 那就是說 你和前面的車 已經保持了一段 安全的距離 而這段距離 就等於車輛的速率乘2秒 如果汽車的速率是45公里每小時 45公里就等於45000米 1小時就等於3600秒 45公里每小時 就等於12.5米每秒 12.5米每秒乘2秒 等於25米 2秒距離就是25米 而兩條電燈柱之間的距離 大概就是25米 對嗎?Sir 是對的 我們今天的工作 已經到此為止了 謝謝Sir 是對的 來到這裏50米 就是這裏 得了 搞定 這兩個記號之間的距離是50米 校園內的車速限制是30公里每小時 也就是每小時3萬米 一小時有60分鐘 即是每分鐘行500米 五百米的十分一是50米 一分鐘的十分一是6秒 我知道了 行50米就需要6秒 如果汽車通過兩個記號的時間 是少於6秒的話 那就證明它是 超速駕駛 那我們還等什麼 走吧 時間多少 7.5秒 7.5秒 這麼守規矩 又有了 7.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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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了一整天 人們都這麼守規矩 別那麼悲心 我們明天再來 你們有沒有發覺 在道路比較繁忙的時間 行車的速率一般都比較慢 我們應該選擇在非繁忙的時間入手 有道理 一如這樣說 為何今天這麼久都沒有車 其實為何你這麼緊張要捉快車 那就可以感受一下警察捉快車的時候 那種辛苦法 將來不會開快車 沒有意外 那就不會傷到無辜的人 這樣也可以 有車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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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多少 3秒 很快 我拍到車牌 我們馬上舉過去 好 糟了 糟了 拍了 糟了 阿Sir 阿Sir 這就是我們拍到超速車的車牌 是嗎 為何你這麼肯定拍到超速車的車牌 零點 isolated 0.05公里 3秒 10001,12000 50米每3秒 化為公厘每小時 即是 0.05 隨意12,1 額六十公里每小時 我那也說 這個車的平均車速60公里每小時 是啊,聰明啊 好美 好美 嘩,好美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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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